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欸~~ 看到我們這熟悉的畫面 沒有錯好不好 這是我們最新版本的這個 憤怒鳥新冒險啦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 因為我以前有在跟大家更新我們的憤怒鳥嘛 那這一次的話是我們的全新版本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一次又會有怎麼樣一個全新的故事這樣子喔 目前來說的話呢 這一代剛剛哲平稍微有玩過了 比較特別的就是 以前來說我們的憤怒鳥都是 發出去之後我們只要點擊畫面 他就會變成就是不一樣的形態 然後去發射嘛 但是他這一次的話好像是 你只要撞到那個 旁邊的東西 他就會開始展現他一些特殊的技能 待會大家應該就會看到喔 好 這邊看起來的話 應該是他們會 來到一個新世界的概念 然後要蒐集我們這幾個蛋這樣子喔 應該是要蒐集這幾個這個蛋 然後豬豬他們就會過來 然後偷取我們這些蛋 欸 有沒有看到 這些壞豬豬 蠻可愛的喔 我是覺得蠻可愛的喔 鳥被我們發現啦 你們這些豬豬還敢在那邊亂搞啊 所以我們這一次又是一個全新的劇情喔 目前來說應該是要就是 保護那些鳥蛋這樣子喔 好 那這個的話 全新的改版 全新的概念 那裡面的玩法跟以前不一樣 就是我剛剛說的喔 你看我們這邊發射出去 我們是不需要點的 他會直接就是碰到那個障礙物之後 直接發射他原本的那些技能 像我們這次的話基本上他是那個 他是會衝木頭的嘛對不對 但他這一次的話基本上你不用點 他就直接就是碰 他就會直接撞過去了 所以這跟之前玩的時候的感覺是不太一樣的喔 然後沒關係 至少還是ok的有沒有 每隻小鳥都有著可著物的特殊功能 然後使用chack從 切開圖面 直接這樣發過去就可以了 他會直接觸發那個效果喔 因為以往來說我們之前就是在彈高的部分嘛 然後我們可以就是在他接下來要 往了那個區塊 然後去做一些就是我們那個 該怎麽說呢 所以我們要嘗試的就是 飛的一個位置啦 所以這也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 因為他這一次的話你是沒辦法選擇 就是你要什麽時候就是 飛出去的喔 像我們這樣一直點的話是沒有用的 就是他基本上這一次的話 他是直接就是那個 等他那個概念 唉唷 居然 居然混不掉嗎 他這一次就是黏上去之後 他才會開始就是撞這樣 這跟我們之前版本是不太一樣的 好 沒問題 然後 這邊應該就是新手指標啦 所以他有告訴你要射哪邊 有沒有看到 就射那個地方就好了 而且 這邊好像也沒有限制我們那個鳥的那個 那個次數跟樹木這樣 好 撞起來 沒問題 鳥真的是玩起來會很爽快的一個遊戲 你知道嗎 就是他玩起來就真的很帶感 超舒服的 所以我自己個人是還蠻喜歡的喔 那這個是全新的版本的 所以跟我們之前玩的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的話可以來宰一下喔 好 第三關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 TNT 那邊就是直接從那邊炸過去就可以了 有沒有 直接瞄準那邊 然後直接讓他直接往前衝 所以這一次我們的黃色鳥腰他的概念的話 應該會比較像是那個 直線的鳥腰砲吧 你看有沒有 他會直接衝直線的部分 他就是直接衝直線的部分 所以直線的地方的話 我們都可以直接把他撞破這樣 然後 這遊戲基本上就是要把這個豬豬全部屠殺乾淨嘛 那屠殺乾淨的話我們就可以就是 取得我們關卡的勝利 好漂亮喔 這個很漂亮 闖關成功 那目前來說還沒有 就是像我們以前玩的一些限制的東西 因為以前的話 鳥鳥是有限制的 但是現在沒有限制的話 就應該還是新手訓練的部分 好 第四關 來喔 這邊的話應該也是ok的喔 就等 把那個他要我們去 瞄準那個地方的那些都已經先打掉就好了 這應該蠻符合那種就是 現在只是新手階段啦 後面的話那個豬豬就 頂麻煩頂麻煩了喔 然後這邊也是喔 一堆TNT 真的很爽欸 其實我最喜歡看就是他炸完之後 然後他們還會在那邊 滾來滾去的那種 那種感覺 就要掉不掉了 然後最後就是真的就是自己掉下來這樣子 那種遊戲就超好玩 那種地圖啦 好 第二屠解鎖了我們那個 黑色鳥鳥 黑色鳥鳥的話以前就是 他是一個超級無敵大的一個爆炸鳥鳥喔 所以我們就可以就是 把他就是 投到一個就是比較 重點一個爆炸的區域 對 他撞擊時會有爆炸 所以他這一次的話也都是這樣 就是你不用直接點他 他撞到之後他就會 產生一個大爆炸喔 但其實感覺就沒辦法打一些 就是太多一些奇奇的方法 因為以前的話我們只要 讓鳥鳥飛到那些豬豬旁邊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直接那個 很開心的直接 炸爛他們這樣 但這一次感覺不太行 沒炸爛喔 再炸一個 這樣就可以了 兩下 但是我是覺得還是 有一些他需要思考的一些部分 就是你要炸哪邊啊 哪邊地盤比較弱啊 然後他們可以就是比較 快速的死亡這樣子 那些東西都會影響好不好 之外來說就是 擊殺豬豬就對了喔 我們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把 所有鳥鳥都解鎖 解鎖開來 應該是ok的喔 來 繼續繼續努力前進 他之後應該會有限制鳥鳥的次數 因為他現在基本上應該都還是在 新手訓練的階段 讓你知道到底要怎麼玩喔 畢竟之前可能很多人可能也沒有玩過 笨怒鳥 他就是要來一個新手訓練的那種概念 可以喔全部打掉了喔 全部打掉 欸 換鳥鳥了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一樣打他底盤喔 撞爆底盤然後全部 全部掰掉 你有沒有看到 基本上這種遊戲 你只要努力的朝他的底盤打 讓他們全部倒下來 應該都還算是ok 領取 他這次做的比較那種就是 偏3D卡通畫風啊 也是蠻可愛的 OMG 這開始比較麻煩囉 喔 他有各種的影線可以換喔 但他就是已經不像以前可以直接在空中點擊 我覺得少 我覺得沒有那個還蠻可惜的欸 我說真的 因為以前有那個東西就是 你可以從另外一種地方那個 不過他這一次是有那個可以 掌握其他弧線 就是你可以就是 更好的去瞄準 你可以用各種弧線去瞄準這樣 NICE 我覺得還是好玩 還是好玩 畢竟憤怒秒這種遊戲我自己個人是蠻喜歡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就是 拉動或是投射的這種東西喔 像蛋蛋堂那些的話我覺得也是蠻喜歡的 只是現在就比較少那種遊戲了 第八關 來看一下喔 讓大家看看我是投射小天才啊 哇 結果那個沒死欸 妖怪 哈哈 這居然沒死 欸 這邊吧 哇 那邊好可惜喔 我居然沒有那個欸 喔 他旁邊那個6好像就是小鳥的次數吧 應該是那個小鳥什麼6次或幾次對不對 對對對 真的 他有小鳥的次數 他有 他有 他其實是有的好不好 所以大家不要想說他是無限的 他小鳥有幾隻 只是目前來說我們就是這兩隻在輪流這樣子 哇 他也是有給我們次數的喔 沒關係 讓大家看一下 精準折平的這個瞄準 欸靠 這真的很厲害欸 沒死 喔 不過沒關係闖關成功 nice 所以他其實還是有的啦 還是有他的難度的喔 大家不要想說 唉唷唉唷很簡單 沒有 零零零零零 還是很恐怖的 不知道他會沿用之前那一代那個魔法卡的效果 也希望會有一些 魔法卡可以做一波使用 那應該蠻好玩的 進來這個位置吧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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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成功 nice 看到沒有 精準射擊 這種遊戲 哲平就超強的 然後我們這個 來個高拋彈 我不管是玩哪一代的分證鳥 都還是好爽喔 都還是好爽喔 我想一下這邊該怎麼辦喔 打這個點看看好不好 這有什麼辦法 炸爛有沒有 哇可惜 唉唷有有有哇 我很喜歡這種驚喜感 就是突然 唉怎麼突然旁邊就爆開那種感覺 唉唷那邊 唉灰色那隻鳥原來是女的嗎 我們的那個小灰鳥他是 他是女鳥唉 因為看他的樣子感覺就很像女生 真的你看他的睫毛 小小聰銀 真的唉 他是小聰銀唉 喔喔喔喔喔 唉 他這次變好屌 他以前不是上勾拳跟那個喔 他這次直接是 暴力下勾拳 有沒有看到 暴力下沖拳 啪 好猛喔 小聰銀 這次好屌 這次真的好屌 來 砰 哈哈哈 很暴力耶這隻鳥 小聰銀是暴力鬼耶 好猛好猛 暴力的好誇張 要不要接受到遊戲的相關通知 先不用先不用 反正我每天一定會玩的喔 這個我很喜歡唉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憤怒鳥 來來來這邊 進到這邊來 砰 可以喔 哇這邊比較可惜耶 不過以前我們那個小黃啊 小黃他是只能打木頭的 就他除了木頭以外他都鑽不過去 但是他現在 好像就比較沒這個問題了 這邊吧他應該是可以打 往下超多吧 欸不行耶 我以為他可以往下超多 結果不行 哈哈哈 超帥 這隻真的很帥 你這邊直接炸這邊 直接炸這邊 有沒有 精準 不要小看哲平啦 哲平玩這遊戲很厲害的啊 應該吧喔 來來來 哇看來今天要看完 看完所有鳥好像不是說那麽簡單耶 好我們今天就先打這關結束好了 這是什麽 讓鳥籠落地就能釋放被困的雛鳥了 OK 所以這一次還有就是要那個 要救鳥鳥的地方是不是 落地喔 落地是不是 喔落地了喔那落這個地 好不好你要把他就是那個 所以這一次 有增加蠻多一些不同的新東西的概念耶 還蠻酷的 哇還是沒落地 哈哈哈 看 這邊吧 落地落地 他們全部都要落到那個地板上才可以啊 蠻可愛的 炸這個 石頭推爛推爛推爛 推爛推爛 哈哈哈 這鳥的叫聲 笑聲好可愛啊 可以了好不好 好沒有問題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這個 憤怒鳥的新冒險喔 接下來的話還是會就一波持續的更新 如果大家喜歡憤怒鳥系列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 應該會在我們的 在早時間吧 反正也是會出啦 早時間出好不好 因為最近要玩遊戲真的太多了 那大家有沒有喜歡玩我們的 憤怒鳥系列的最近有新的冒險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囉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